保持中立很常见,很常见也很有用 二战中有些国家是否保持中立,甚至会影响战局 但中立国有的时候其实也不是特别中立 就和谭与,它可以不是谭与,它可以是水果蓝羊 所以说回来,二战亿的中立国它们真的中立吗? 这些中立国在二战时都在干些什么? 有的时候,中立不一定是自己想要的 但是是没办法吧,中立 比如西班牙,二战开始突起 西班牙开启了全面内战 在德国和意大利的帮助下 1936年,西班牙建立了法西斯统治 按理说啊,看到法西斯在那里 肯定和中立没什么关系了 但,西班牙这场内战打掉了60万西班牙人口 死了那么多人还打个XXX 所以二战开始以后 西班牙底色太弱根本没有资格当法西斯 西班牙法西斯元首弗朗哥 只能选择弹性中立 其实就是看水牛逼帮水 1940年法国沦陷以后 西班牙感觉,机会啦 马上给德国写信 老大哥,带带我 但德国表示,带不动带不动 尽管德国拒绝了西班牙的提议 但是西班牙这边,依然热脸贴了屁股 西班牙的热情让德国十分感动 然后德国继续拒绝西班牙入户 到了1940年,时代变了 门军形势一片大谎 西班牙也导向门军撤回军团 停止对德国乌矿和石油的运输 西班牙的这种弹性操作 让它成为了战后有名的 墙头草 甚至被禁止加入新城里的联合国 而众所周知,墙头草是会传染的 两牙里的另一个葡萄牙也是中立国 而且也是墙头草 葡萄牙它的墙头草行为甚至有学术研究 葡萄牙心理层和大学教授佩德罗 专门提过两个词 用来描述菩萨牙式的中立 几何中立、仁慈中立 二战初期,葡萄牙的中立更倾向于德国 被叫做几何中立 葡萄牙的精英阶层 对希特勒描绘的新秩序表示着迷 进入1943年后 随着德国奇影逐渐消失 英美登陆北非 苏联在斯大林格勒取得胜利 葡萄牙的中立政策发生了微妙变化 几何中立成为了仁慈中立 葡萄牙开始倾向于同盟国 蒋正老当时看到这份报告一脸无皮 墙头枣中立的变成仁慈中立 想不明白啊 不管了不管了 二战爆发以后 瑞典奋行的也是中立主张 瑞典内阁的目标是 避免开火 当时他们有个口号 所有行动必须中立 不仅是用于目前正处于战争的国家 也是用于任何可能卷入战争的国家 因此 瑞典拒绝了援助芬兰康德 也拒绝了给英国借道 我们瑞典人民是中立的 虽然倾向于德国 但我们瑞典人还是中立的 迫于德国的压力 瑞典还是开始往德国运输点放时 接受德国列车穿越自家领土的要求 直到德国被苏联的中间制裁以后 瑞典才赶納退德国断交 同样是面对遭到入侵的威胁 瑞史之边 增加防卫开局 加强清兵训练 狂建防御攻势 和同样姓瑞的瑞典比起来 瑞士相当运气 教武武装中立 1939年 瑞士预备以军人 应召前往和德国奸壤的边境 人民也接到了储存食物的通知 并且瑞士还制定了 在阿尔布斯山中 修建冷宝的固化 一旦遭到侵略 可以在这里组织抵抗 即使瑞士大部分领土被纳粹占领 冷宝依然坚不可摧 别想很不满 现实很骨感 瑞士在奥战的绝大部分时间里 几乎都是被德国和他的小伙伴包围的 为了火下去 1939年到194年 瑞士一边收购门军出售的黄金 一边往德国卖金属 机械设备 化石药品 顺便再欺负一下犹太人 瑞士学家伯吉尔认为 瑞士不仅拒绝了成千上万犹太人入境 还将部分犹太人遣返回德国 轻吞犹太人黄金 瑞士这个国家很有意思 为了表达对曾经自己的不悉 这个事情还被挂在瑞士自家的瑞士旅游业官网上 而当双印这个词和美国搭上边的时候 通常指的是美国想自己赢两次 机战结束后 美国流行孤立主义 美国坚持向交战国运输资源 军用物品和武器 1936年二战前夕 美国又通过第二中立法 坚持向交战国提供资金协助 1937年第三中立法 又说美国坚持运输任何货物去交战国 但二战士比好生意啊 什么中立不中立啊 赚钱嘛 不寒产 然后美国就开始向两边出售武器资源 堪称我全要的典范 1937年 美国就向日本出口了550万吨以上的石油 价值1.5亿多日元的机床 1938年 日本进口物资的34.4%来自美国 1939年 美国对日费钢材出口比 上一年落得出了酒杯 二战初期美国的双印中立 成功的让它 在重门国和轴行国两边都赚了一笔钱 它摧毁基础措施 摧毁国家赖以携手的组织机构 仍被人为的分成了我们和他们 邻国之间埋下了互不信任的组织 击荒并地甚至连个人道德也变得无关情有 纽约时报称 当时欧洲已论位黑暗星大陆 几乎没有国家能和这场战争完全隔离 各种中立国也在场战争中扮演着不一样的角色 二战中立国的各种表现 撇开偶尾我诈的部分是说 中立在面对霸权的实力的时候 几乎毫无主要 面对霸权只有有实力的国家才有资格自信的发声 有自信才能发出最响亮的声音 比如 收藏 转发 点 赞